1月23日,两名工人在楼顶安装广告牌时,因属为规施工,郑州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要求拆除,并将施工现场使用的三轮车和梯子散扣带走。 随后,一名施工人员从三楼顶部顺住绳子向下滑时不慎坠落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 目前,机位执法人员被免职停职处理,同时涉嫌顽呼执手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 郑州市公安局表示,已将为规设施广告排定,涉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企业负责人刑拘,经确认被刑拘人员系图文广告电负责人刘某。 CWNJ,CWNJ,我说了好多遍不要拿走梯子,对方也没听,CWNJ,CWNJ,死者欧某的徒弟。 20岁的周坤,话名告诉记者,事发当天,二人一起在楼顶安装广告台,城管要求拆除后,老板刘某去购买切割机的沙轮片。 这期间,城管将梯子收走,因为天太冷,师傅想休息一会儿,就手拉安全绳下楼。 CWNJ,CWNJ,与口城管说不拆完别,下,来ZWNJ,ZWNJ,RDQUO。 记者,你们当天的工作是什么,在楼顶待了多久?周坤,要安装10个广告字,每个100厘米X90厘米,在三楼楼顶安装别架子,再把字固定住。 当天早上10点,我们把所有的材料装上三轮车运到楼下,然后身上绑住安全绳,用升降履制梯子爬到楼,顶,干了几个小时,那里离店就50多米。 中午,两个人回店里去吃饭,下午2点,又去安装了,安装工人通过梯子,登上建筑物安装,拆除广告牌。 新京暴动新闻模拟图记者,城管是什么时候来的?周坤,大概下午4点半,他们来了说我们是违规操作,当时我和师傅在楼顶,就给老板打电话,他几分钟就过来了,在楼下和城管说了几句话,就让我们先拆住,他给护主打电话,记者,事先知道安装广告牌是违规操作吗?周坤,不知道,我们是工人。 老板让去就去了,以为护主都已经办理好手续了,以前从来没出现,被城管拦下来的情况,记者,城管时磨时候将梯子拿走的。 周坤,城管从过来,倒拿住梯子走,不到一个小时,他们当时声音很大,让我们马上拆,三轮车和梯子也要扣掉。 有个城管工作人员说了一句ZW&G,ZW&G,LDQUO,你们不拆完,就别想下来,CW&J,CW&J。 Raco我们马上开始拆,当时十个叠架子都安装好了,固定了四个字。 刚拆一会,切割机的沙轮片坏了,老板就开车去买,城管等了一会,就要把三轮车和梯子都拿走。 说我们在故意拖延时间,我说了好多便请他们再等一等,不要拿走梯子。 对方也没听,态度很强硬,然后拿住就走了,城管手走三轮车和梯子,心惊暴动新闻摩尼托ZW&G,ZW&J,LDQUO师傅说想下去,休息一会,而ZW&G,ZW&G,RDQUO,记者,梯子被拿走之后发生了失魔。 周坤,老板让我们接住差,他联系副主,然后去城管那里把梯子拿回来,下午六点左右,因为楼下也在装修,装修工人要休息,就停工断电了,我们没有电,用不了切割机,老板就说等住,他,打电话让队,方别断电,记者,欧莫为时摩尸一下楼。 周坤,当时气温很低,我们穿着三件衣服,比较厚,但全身也都僵了,师傅欧莫要用安全绳下去,我让他别下去,老板也劝说等他,把梯子要回来,这个梯子是特制的,附近商店都没有,需要到很远的地方买,但是天气太冷了,师傅坚决要先下去休息一会儿,说是没问题,他在户外工作的经验比较多, 我也就相信了,据监控室宾吉姆基者称,安装工人用绳索从楼上,滑下石坠王,心惊暴动新闻模拟图记者,他是怎么掉下去的? 周坤,师傅,把一端安全绳绑在别架上,怕戏不紧,他还让我拉住旁边的绳头别松手,他拉住绳子另一端往下走,是很粗的麻花绳,他往下刚走到二楼的窗户上演, 我突然听到ZWNJ,ZWNJ,Ruko啊ZWNJ,ZWNJ,Ruko一声,探头看,他已经躺在地面上,有很多血,还哀叫了鸡声,看起来非常痛苦,老板当时,正在旁边打电话,跑过来抱住他,然后赶紧打120,叫9户车,安装工人坠楼后身亡,心惊暴, 看我们是宾RDQUO,截图记者,你当时在做什么?周坤,看到他倒在地上我特傻了,就开始哭,还大叫师傅的名字,希望他别昏迷,就怕他挺不过去,后来救护车来了,他已经不行了,我就在楼顶, 特别想下去看师傅但又不敢,一直到晚上9点钟被消防人员拉下来,当时腿还一直在抖,一下来,我就被带到派出所问话了,ZWNJ,ZWNJ,Ruko,他主要负责是做和安装ZWNJ,ZWNJ,RDQUO,记者,你们经常在一起,安装广告吗? 周坤,2017年8月中旬,我来乡心图文广告店打工,当时不会做广告牌食物,欧某叫我,我就认他当师傅,他动手能力强,主要做户外安装和广告牌制作,不太会电脑操作,我负责设计,他就负责制作和安装,记者,平常你们的工作状态是实模样的,周坤,外出不是很多,多的时候一个月四五次, 也不完全是在楼顶,也有在一楼作业的,有时一个月也不会外出,平常就在店里制作广告牌,写真,海报,记者,再问音店工作情况如何,周坤,我们两个员工加上老板三个人看着个店,老板人很好相处,对我们也不苛刻,老板和我师傅是同乡,平常关系不错, 我一个月工资三,零零零多,师傅应该多一点,记者,欧某是个实模样的人,周坤,不算内向,但话也不多,做广告牌非常熟练,是个老工人了,他教我的时候很有耐心,都是一项橡胶,不凶,是个非常好的人,我到现在还像做梦一样,不敢相信是真的,追访设施城管,移交纪检监,查机关, 今日,记者从郑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,郑州航空港,去ZWNG,ZWNJ,Utco抽提ZWNJ,ZWNJ,ARTCO,事件涉事城管执法人员因涉嫌弯乎指手,被移送纪检监查机关,ZWNJ,ZWNJ,Utco抽提ZWNJ,ZWNJ,ARTCO,事件发生后, 郑州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回应称,对纪委执法人员免职,停职处理,同时配合警方调查,郑州市公安局表示,已将为归设置广告台并,涉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企业负责人刑拘,经确认,被刑拘人员系图文广,告电负责人刘某, 今日上午,郑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,郑州航空港区多部门进行,初步调查后,免去相关设施城管执法人员的职务,并已涉嫌完乎指手移送纪检监查机关,目前,纪检监查机关,已全面介入调查,将严格,依法依规查清事实,严肃处理, 同时,上述工作人员称,从警方获悉,文音店老板刘某,已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予以刑拘,依据是刑法第134条关于ZWNJ,ZWNJ,RTCO重大责任事故罪ZWNJ,ZWNJ,RTCO,的规定,在生产,作业中,违反,有关安全管理规定,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,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,郑州航空港区将依法依规严格处理,并妥善做好死者善后工作,随后,探员长世波,大郑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工作人员电话了解情况,截至发稿无人接听,家属已收到80莫赔偿款,死者欧莫为湖南兴化县炉关镇青山乡口前村人, 今日,该村村长阳生疏告诉探员,事发后他带住几个死者家属,往郑州赶,29日凌晨,欧莫已经火化,他称,经协商,郑州市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,赔偿死者家属50莫元,同时考虑到死者家庭贫困, 补贴,20莫元,安装广告牌的公司,新港校车服务,有限公司,赔偿10莫元,承接广告牌的文印店,乡心图文广告,赔偿43莫元,今晚,欧某的哥哥告诉探员,家属已收到80莫元款项,乡心图文广告店还,需时间筹款, CWNJ,CWNJ,RUTCO我们和店主都是老乡,他没那么多钱需要筹款,可以理解,CWNJ,CWNJ,RUTCO杨生树说,死者家属表示,愿意给店主刘某,出去谅解书,一两天后,他和家属将带住欧某的骨灰回家安葬,杨生树还说,欧某今年30岁出头,至今未婚,他是当地的贫困户, 父亲早年,患癌症,治疗多年,于2012年去世,母亲体弱多病,兄弟四人中,大哥身患残疾,二哥体弱多病,家中只有三哥及小弟欧某外出打工,CWNJ,CWNJ,LUTCO遇上这个事,家里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CWNJ,CWNJ,RDQUO